大雨到 小雨好鼓掌啦 加油 加油 爸爸加油 相見 好好好 我們安靜一下 有風在醞釀了 加油 沒有勇氣 加油 我的愛你 肩甲蒼蒼 白露為霜 所謂 一人 在水 一方 好 好 今天我們會覺得 蠻奇怪的 因為以前我們也看到過很多演員塑造的亥犬帝 那其實用這種 用歌聲來抒發情感的亥犬帝 我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就是我不知道 當時是因為蘇武鵬來演這個角色而加入的 還是事先就有的這樣一種安排 事先就有的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我們都願意去卡拉OK唱歌 有的時候 大家心情好 心情快都會去 它其實是一個人的外放和釋放 那亥犬帝這樣一個人物 在那樣高壓力的狀態下 它是用什麼方式和方法去做的呢 那我們想到的也是歌 對 其實這個設定我覺得 這確實是導演 和那個就是一開始劇本編劇的巧思 因為這個人物其實 他的兩面性和他的那個 腳滑 這個挺難表示的 可是透過他喜歡唱的戲 喜歡戴著面具 躲在面具後面這個動作 一下解釋他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那有人說這個漢獻帝 是陌生長男版的漢獻帝 而且蠻低調的 也有格調 他不得已吧我想 其實一直都沒有人真正去關心過這個人 就歷史上的這個人物 如果你設身處地 站在他的位置去想 大概他的心情大概就是這樣 不會太開心 其實說了同學台 我們馬上會想到 陶藤是絕對的主角 但其實這個漢獻帝 還是蠻出彩的 是其實有朋友 花心思在這個角色上面 大家都有花心思 其實也都不是演員 一個人能夠做到的 真的 導演也幫了很多忙 然後包括原本劇本裡面 對這個人物的設定 都幫了很多忙 如果回到三國時代 你就是漢獻帝 你會怎麼來處理這事 去西班子學系的 好 來繼續 先生朋友還有提問的嗎 好 來 大聲說好了 社長 我想問一下 就是之前在微博上面 看到我們小虎隊明年會 演唱會 這個消息是真的還是假的呀 真的 很期待唷 後來跟我們談過一次 就剛剛只有初步的接觸 不過這件事情我挺樂觀其成的 那會不會 會不會來重慶 會不會來重慶呢 會不會來重慶呢 來吧 來吧 這個行行成了一定會的 真的嗎 八二的一定要來 要約定呢 約定呢 如果沒來的話到時候你負責唷 好 沒問題 然後我還有一個問題 你還記不記得這個東西 這個 這個 那好是一光 LiGOO LiGOO LiGOO的那個 LiGOO的那個畫冊 之前因為不是那個LiGOO的畫 不是在那個微博上面 給我們那些粉絲 很抽的 對 然後這個上面不是用你的簽名嗎 然後我領到之後 我回來就給我那些朋友的宣言 我說我做了人家那個社長女朋友跟我們親密簽名的 他們都不相信 他說你這個簽名有什麼嗎 可能是被人帶簽的 就是今天我頭部可以就是 你幫我在現場再幫我再簽一個名 那個肯定是我簽的 我的簽名從來沒有人法 我從來不作家 沒有任何助理或基金人法 好 絕對絕對 待會我們再來說這個事 好 其他的就電影來說 我們還有其他的什麼問題嗎 來好 最後那個格子衣服 大聲說好不好 來就是你 你想問誰 我想問一菲 好一菲 好 就是我剛才電影後對雕塵的印象非常深刻 就等著 等一下 其實雕塵有很多人演過這個角色 我只記得這個角色 只記得一菲版的雕塵是最棒的 來 然後我覺得雕塵特別霸氣 然後我覺得曹操對雕塵也有一種莫名的感情 然後 好吧我問 嗯 你覺得曹操到底是喜歡雕塵還是喜歡鄰居啊 啊我覺得他對雕塵 嗯 他對雕塵 我沒太分析過這個問題 因為他不在那個雕塵的那個心情裡面 當時雕塵是就是 就是沒有完全沒有在意這個旁邊這個人的 所以你要這麼講啊 那就是 你可能 對 你可能了解的比我多 所以就是 我就是印象很深刻 就是 雕塵走過的那個 然後放著看著他 走過去 其實蠻用心 應該應該是有這個 導演應該是有這個 其實是這樣的一個人物關係 其實雕塵和曹操的關係是 曹操單戀雕塵 是吧 是單戀的感覺 那鄰居和曹操的關係呢 是戶愛 是這樣的 謝謝大家 謝謝伊菲 好 謝謝謝謝我們的觀眾朋友 其實伊菲在裡面演的這個 鄰居這個角色 旁白還是蠻多的 可能 是不是因為 時間的原因 有些無法表現的東西 用旁白來代替 呃不是啊 這是 劇本的設計啊 對 你想通過這樣一種方式 是渲染的嗎 呃 其實它是 整部戲的一個視角啊 啊 一個女人看男人的視角 是這樣的 因為這是一部男人的電影 我們都知道 他們寫操操嘛 啊 這個權力之爭 那這裡邊 一共有兩個女性角色 一個是鄰居 一個是父皇后 他們用鄰居這樣一個 天真無瑕的 這樣的一個 女孩的視角 來看待這些男人的 爭爭鬥鬥 啊 是比較有意義的 是這樣 說到這一點呢 我們就想到 其實伊菲 所以這個 這個角色的時候 眼神很到位 很多觀眾都評價 就可能是 劉宜菲的眼神成就了 鄰居的這種 可愛和靈巧 也就是鄰居的這種 眼神有成就了 曹操的浪漫 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我們今天說法還挺浪漫的 你自己覺得呢 我覺得就是感覺在螢幕上看見 我就拍的時候真的沒有 我拍的時候一直覺得不太夠 就是鄰居跟曹操的這種 所謂的這個感情 嗯 我一直覺得是可以在 呃 衝突和愛意 可以在農裡面 但是其實出來看 真的挺和諧的 然後也挺美好的 就是 就是會要人忘記這個年齡啊 然後會覺得 就是有很多心 心意相通的東西在 就就會感覺 結局會更加悲良 嗯 那說到這個旁白呢 嗯 我們有現場的這個 兩位後援團的朋友 想來感受一下 其實說到旁白 因為主持人來講 我們經常會配音 有時候想把這個情感 融入到整個戲裡面 是不容易的 嗯 有時候比演戲 來得更要深層一點 我 我 昨天看片巴黎 有一個說 說 說這個看完這片子 覺得留意了以後 不幹演戲 可以怎麼做配音 對你啊 不用身手舉手不再 說 說不,說不,說不,說不 說不,說不,說不